饲养员食物惨死尸口 江苏新仪式人民公园上演惊险一幕 狮子趁机从笼中窜出 发疯似的坠感游客 无警与狮子对峙近一小时后 痛下杀手将其击毙 据《新京报》报道 66岁的张全是养猪行业的老手 他曾在兽医站工作了十几年 退休后 闲暇无事的他经常跑去动物园 深入研究各种猛兽的饮食以及行为习惯 张全的子女注意到他对这些动物的浓厚兴趣 于是决定将动物园承包了下来 给张全和他的妻子 还有他们的孙女三人共同管理 由于动物园位于新仪式的人民公园内 人流量非常大 且门票价格亲密 因此张全的动物园一直胜意兴隆 起初 他们聘请了几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 来协助管理动物园 然而张全认为这样做事在浪费钱 在他自己能够独当一面之后 便将这些饲养员全都辞退了 从此以后 喂养这些猛兽的任务 全都落在了张全一人身上 尽管年过六旬 但由于他对动物的热爱 他乐此不疲 但年龄终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岁月的流逝 张全的身体逐年衰弱 2007年7月29日晚 电闪雷鸣 天降暴雨 看雨时预计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停 由于天气恶劣 动物园几乎没有游客 因此提前关闭了大门 而当时正好是狮子们进食的时间 张全穿上工作服准备外出时 他年幼的孙女突然站起来拦住了他 外面的大雨倾盆下 天色昏暗 路面又湿滑 孙女担心张全在喂食途中发生意外 于是自告奋勇表示他可以去喂食 他还自信地说自己跑得快 很快就可以完成喂食 孙女虽然年纪上小 但从小就和他们一起在动物园长大 平时无论是喂食还是打扫喂生 他几乎都在一旁观察着 他对动物喂食的过程早就了如指掌 因此张全非常放心地将喂食任务交给了他 尽管张全多次叮嘱孙女在喂完时候 仔细检查诗园的门是否锁好 没想到的是最终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倾盆大雨中 这位年幼的女孩穿着雨衣 手中拿着供狮子食用的肉条 来到了诗园 狮子的笼子通常是由内层和外层两个部分组成 晚上狮子们可以进入内层休息 而外层择供白天的游客观赏 内层有两个小门 一个通向外笼 另一个通向专用的卫食通道 由于下着雨 狮子们待在内层休息 孙女打开了内层的门 将肉条投放进去 她还特意给已经怀孕的母狮 多喂了一些食物 突然间电闪雷鸣 于是愈发强烈 园区中的一些猛兽因兽惊 而发出吼叫声 在雨夜中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女孩感到害怕 只想快点完成喂食任务 然后回去躲雨 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重新锁上狮子的笼子 到了第二天早上 雨停了 零散的游客陆续进入园区观赏动物 张全在动物园里巡视 一边维持秩序 一边检查动物们的情况 一切都像往常一样 正常进行着 空气中弥漫着游客们的欢声笑语 然而张全注意到了一处异常情况 他发现食园的门一整晚都没有关上 而且那只怀孕的母狮也不见了踪影 张全环顾四周 却没有发现狮子的身影 他的心情变得愈发焦虑 因为如果狮子对游客发起攻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开始时张全以为狮子们 仍然待在那层笼子里 可能没有出来 他决定前往卫视通道查看情况 因为张全和这只母狮之间有一定的感情 张全相信狮子不会对他造成伤害的 因此 他试探性地走进了狮园 当他走过一个通道拐角时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低吼 张全回头一看 正好撞见那只正在树荫下乘凉的母狮 他和母狮四目相对 愣了片刻后 张全惊慌失措地往外逃窜 母狮看到这一幕 紧随其后 由于太过紧张 张全本来只需向左走几步就能离开师园 然而在惊慌失措之下 他却朝着右边走去 而这是一条死胡同 无处可逃的张全内心焦急不已 他看着母狮逐渐逼近自己 张全只能死马当活马一 他做出常用的手势试图安抚母狮趴下 如果是平时 或许张全的安抚能够起作用 毕竟作为饲养员 他多年来一直喂养着这只母狮 和他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情感联系 然而张全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母狮怀孕了 一只怀孕的母狮在性情上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 此外 母狮的领地意识也非常强烈 对于任何踏入自己领地的物种都会产生敌意 因此母狮对张全发出的指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仍然紧跟着他 此时节节后退的张全也被吓坏了 为了自救 张全不断向母狮发出指令 并用言语安抚他 没想到就在张全极快要退到墙边时 狮子突然停在原地不动 就死盯着张全 甚至开始做出攻击的姿态 张全意识到如果继续后退很有可能会遭到攻击 所以他开始呼喊救援 大声呼唤自己的妻子 希望能得到帮助 然而张全的呼喊声惊吓到了母狮 狮子屈身向下俯趴 随即向张全扑去 并开始疯狂地撕咬他的身体 一瞬间鲜血染红了周围 张全的妻子听到呼喊声后赶了过来 但面对眼前这恐怖的场景 他的腿都软了 不禁大声尖叫起来 张全的孙女赶紧拨打报警电话 并呼喊其他游客赶快离开 恐慌中的游客们不顾一切地逃离 他们大声呼喊着 狮子跑出来咬人了 快跑 动物园内一片混乱 甚至有些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盲目地跟着人群逃跑 在狮子出笼的消息传开后 整个公园陷入了危机之中 事件发生后 新一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市委书记 市长以及公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迅速赶到现场 治安大队民警和武警 第一时间到达一线 为了避免踩踏事故的发生 他们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疏散工作 公园内的游客全部安全撤离 在公园封闭的门口 一位纳粮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说 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看见公安朝外面赶人 许多热心市民纷纷涌上前来 七嘴八舌地说 狮子咬人了 狮子咬人了 幸运的是 新一各方反应迅速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新一市相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幸好事情发生在下午 再加上天气炎热 公园里的人比较少 否则情况会更加复杂 事发于二十分钟后 徐州市武警支队也赶到了公园 他们看到狮子还在分食张全的尸体 地上还有大量鲜血 武警们观察着狮子的动向 此时狮子的注意力 已经从张全转向了武警身上 他感觉到这些人带来的威胁 母狮被包围后 显得非常焦急 多次试图越过三米高的围墙 而围墙外 使人流更多的新一城区 一旦狮子逃脱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双方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 母狮再次跃起 由于狮子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武警官兵征求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意见 并报请武警江苏省总队同意后 当场开枪 第一枪过后 狮子虽然被击中 但仍然显示出威风凛凛的姿态 面对这情况 武警只能再次开枪 第二枪过后 母狮的霸气明显降低 但攻击性依旧强烈 紧接着 武警又开了第三枪 这才将狮子击毙 随后记者在动物园内发现 几乎每个铁笼子都秀气斑斑 有的铁笼里装着飞禽 有的铁笼里关着熊 熊不断在铁笼内扭动身躯 试图挣脱束缚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安和愤怒 几只梅花鹿则悠闲地在围栏内吃着青草 记者正前方 几个铁笼里关着一群蹦来蹦去的猴子 猴子的隔壁就是狮子的铁笼 位于动物园最西边的角落 一只熊壮的狮子在笼内徘徊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与他一墙之隔的铁笼里 躺着一头小狮子 他无助地趴在地上 在铁笼的一侧 可见两滩血迹 离血迹不远处 散落着刚刚射出的三枚蛋壳 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武警击毙狮子时使用的是步枪 据警方介绍 动物园备有专门的麻醉枪支 但事发时麻醉枪放在狮笼的内容 恰好位于母狮的身后侧 他解释道 全心仪只有两套麻醉枪 除此之外 还有一套是另外一个单位 专门用于给麋露麻醉的 由于麋露麻醉剂 与狮子麻醉剂伎量不同 所以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事后在询问张全妻子的过程中 民警得知这只母狮已经怀孕 而孕期的狮子情绪不稳定 很容易发疯或变得异常激进 这起案件的结果一出 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就是关于伤害了人类的猛兽 是否应该被击毙 一部分人认为 攻击是动物的本能 即是猛兽伤害了人 只要能够将其控制住就行 没有必要立即采取击毙的手段 特别是那只母狮怀有身孕 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不应因母狮的行为而受到伤害 然而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当时的母狮情绪不稳定 可能会继续发疯或攻击其他人 进一步加大伤害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确保公众的安全 不得不采取击毙的措施 针对心仪狮子商人事件 记者采访了 南京市红杉动物园洞馆处的 专家李梅荣 他指出 饲养员在给猛兽喂食 或者需要进入外笼时 必须确保猛兽不在外笼内活动 并且内笼的门必须是锁好的 确保猛兽无法进入外笼 这样才能保证 饲养员在工作时的安全 在完成工作后 饲养员必须仔细检查 确保所有笼子的门都已经锁好 那么这次事件中的 唯一受害者张全 同时也是动物园的管理员 按照规定来说 发生动物袭击事件 是由于动物园的管理者管理不善 并且没有及时将动物园的 各种情况进行检查 因此张全应对该事件 负有一定的责任 然而由于张全已经遇害身亡 无法进行追责 这对于张全的家人来说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特别是他的孙女 他可能会一辈子都无法原谅 自己的无意之举 猛兽始终是猛兽 即使是从小圈养的 他们仍然具有凶狠的一面 动物毕竟不是人类 只要他们感觉到危险 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攻击 作为动物园的管理者 每天与这些猛兽接触 危险系数可想而知 因此 在日常维护动物时 必须小心谨慎 确保安全